每日零良 欢迎收看每日零良 早安,今天我们要来读哈盖书的第一章 好,特别在哈盖书你会看到他几乎都在讲到重建神的点 那我今天其实挑的是十二跟十四节 十二节他讲到那时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撒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 并剩下的百姓都听从耶和华他们神的话和先知哈盖奉耶和华他们神摔来所说的话 百姓也在耶和华面前存敬畏的心 也就是我觉得重点在于他们百姓在耶和华面前存敬畏的心 他们听,他们听,他们注意听先知哈盖说的话 全部的人一起听都听从耶和华他们神的话 他们去认真的听 他们将哈盖告诉他们的话 好像那样的看重 看重 百姓也在耶和华面前存敬畏的心 在原文里面没有的心 原文是百姓也在耶和华面前存敬畏 也就是我们在神的面前是一个敬畏的心 14节接着就讲到 耶和华就激动犹大神神长撒铁的儿子苏罗巴伯和约撒达的儿子大祭司 并剩下之百姓也在耶和华面前存敬畏的心 他们就来为万军之耶和华他们的神的殿做工 他们激动 激动 那个激动在原文里面有一个鼓励的意思 鼓励 然后呢,剩下之百姓 而且那个剩下好像就是鱼种 鱼种 剩下的名 他们为神的殿 为神的殿 来做工 开始重 要去重新建造耶和华的殿 我不知道你里面 有没有常常 好像常常起来 为神的殿 心中极其火热 你有没有常常对神有一个敬畏的心 渴望好像神的家中 你看重神的家 你看重神的家 我想到 曾经有 在我年轻的时候听到一个教导 就是呢 他们有一些教导 他们鼓励人开放他的家 让一些学生 或者一些 真的是常常接待 邀请一些学生去 大家吃饭 请他们吃饭 或者呢 常常 关心他们 为这些学生 关心学生 其实我觉得现在更多的 用这个来讲到属灵父母 我记得我自己学生时代 我很谢谢一对夫妇 他们让我在他们家住了好几年 其实从他们夫妇的彼此相爱里面 我真的觉得对我来说 有一个很大的帮助 因为过去我的家 他不是几乎需要家庭 所以我并不看 我对于那种夫妻之间 这样子在家里的相相爱 我并没有那样的深的看法 看的学习 所以我真的从这个家庭 我真的看到 好像这样的彼此相爱 然后呢 接待 所以那时候 好像他们常常 早上会有一起的承导 所以就跟他们一起 早上起来祷告 然后才去一天的工作 他们就是要求 就是每一天一早起来 就是把献给神 献给神 然后呢 夫妇呢 常常很节省 然后当教会有一个需要 他们就大笔的奉献 这些都在我 年轻的时候 他们成为我的很好的榜样 让我看到他们是这样的 为神的家摆上一切 为神的店摆上一切 然后常常 在家里分享的时候 就会分享 怎么样能够来使教会更好 然后为教会的祷告 看到教会有缺乏的 他们就在家里晚上有祷告 为教会这些守望祷告 真的让我感觉到很 很爱这个教会 好 不是在批评 而是在借着祷告扶持教会 这都让我很感动 好 也建立我真的好像 从年轻的时候 就上主一个 有一个心 活乐的心 渴望建造耶和华的点心 我也鼓励你 如果你的家 是可以公益 帮助一些年轻人 或者一些学生 我也鼓励你 常常可以看到一些学生 有需要 就邀请他到你家里 一起用餐 关心他 照料他 或者做一个点心 请学生吃 好 这都是一个很有 付出爱 让他好像他这样离开家 到外地读书 可以感受到一个爱的 愿神祝福你 我知道你们都非常有爱心 我相信你们做的都会很好 愿神纪念你的爱 Amen 按赞订阅 开启小银铛 喜欢的话 帮我们分享 拜拜